哈喽大家好我是汪哥的弟弟 今天带大家看一个小伙用胶水当上超级英雄的故事 快递侠 在电影架构的背景里有一个超能协会 里面的人都身怀绝技 例如什么铁币保安电击少女 自带导航的天眼老王等等等等 他们的宗旨呢就是伪装成普通人去保护人民群众 主角呢就是这位小伙子马丢 他的超能力说出来也不怕你开心 没错就是土胶水 至于这个超能力的来源就更随便了 就是因为童年误食了一瓶劣质浇水 作为新人老王委派了一个送快递的大任务给他 为了不荒废自己的超能力 马丢开始各种花式送快递 要不是这路上没人 他的身份早就该暴露了 在城市的另一头 眼镜男正在研究一种克隆技术 当然他本人只想用于植物研究 可他手下的小筋毛不愿意 他想要复制器官 甚至是复制克隆人 都说巧巧妈妈生巧巧 这边的马丢刚好就被眼镜男的女儿小雅叫住了 说是上门收购快递 马丢一看是美女就把持不住了 一进门就想上厕所 前面忘了说 马丢现在的汗液尿液血液唾液 都是墙里浇水 这个时候前方冲进来一只蟑螂 万万没想到 马丢居然被吓到了 再然后他就闹出了一系列的笑话 还被小雅当作色狼 为了自己的幸福着想 马丢去求了老王 然后他就进行了一场诡异的手术 从此墙里浇水只能从手掌心喷射 这让马丢兴奋不已 回去就设计了一套战袍 还自封名号快递侠 紧接着剧情进入高能时刻 马丢不仅率领众人痛打社会独流 还意外救下被流氓骚扰的小雅 隔天快递侠就火了 原来他英雄救美的画面 不小心被小雅直播了出去 上集组织也是有眼光啊 既然走红了 那就干脆再红一点 上电视接广告 反正能出钱的活都去 就连中国某声音都邀请他去当评委 这一下就引起了铁壁保安的嫉妒 同为一个组织 凭什么救你能出名 两人一言不合就要开打 刚好啊 小雅在这个时候推门而入 然后这两人就亲上了 小雅也因此误会了快递侠 马丢一看这情况不行啊 立马就以普通身份去安慰他 结果呢 越解释越尴尬 前面说到 小金毛一直渴望能够研究住克隆人 为了这份研究 他不惜扛起反派大旗 眼镜哥之类封锁数据库 可小金毛还是不甘心 于是他挟持了眼镜哥的女儿小雅 快递侠等人在老王的通知下 也赶到了现场 电击少女一进来就抓重点 直接销毁了数据库 小金毛一看大事不妙 转身就开溜 拿着铁币保安就等在路上 慌不择路的小金毛 把药水扎进了他的体内 在妖物的作用下 铁币保安直接净化成了一个铁人 开始无作非为 见人就打 快递侠作为正义的一方 立马就赶了过来 只可惜铁人现在刀枪不入 什么技能都无法伤害他毫分 为了强行结局 众人只好把所有的力量 都灌入快递侠体内 影片的最后 快递侠使出一招 电光火石超能胶 就把铁人打败了 小羊也在这个过程里 知道了快递侠就是马丢 所以自然是欢喜结局咯 只是最后出场的 这个小金毛是怎么回事 也许是要拍第二部吧 最后郑重提醒各位小朋友 胶水是不能喝不能吃的 不要下访哦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